聖學室教區中學第五校在2024年1月20日的上午 與JPSK阮民推廣委員會舉行了簽約儀式 正式成為了這個機構的普通話中華文化推廣基地 以及普通話考試的學校 簽約儀式由聖中五校校長黃建文 以及JPSK首席學術顧問張丹教授主持 並且即場舉行壽牌儀式 黃校長在致辭中表示 因為近年高中畢業生前往內地升讀大學的人數比例持續上升 而師生到內地交流學習的機會也不斷增加 他們也感受到提升普通話水平的重要性 這個學年也會組織三次 感受三女城的學習之旅 學生會去到浙江、福建藤地 接觸及了解國家的發展 從而提升愛國愛澳的情懷 這個學年 大門大學歷史文化中心 也支持了學校的歷史文化推幌小組 到廣州考察 師生們都收穫良多 其他這些教育的項目 包括體育的活動 科普比賽 朗松比賽等等 負責的林加達老師表示 學校是基於實際需要 和香港的教育機構合作 推廣普通話教學同校試 今年會預計 接下來會接下来 會召開一個家長講解會 預計第一屆的考試 就會在六月舉行 第一屆會希望 初中三年級的同學 以及小五、小六的同學 參與普通話考試 未來第二年、第三年 會逐步推廣到小學的階段 甚至乎是幼稚園的 剛才張教授也說過 學好普通話 其實是要由小朋友開始學好的 目的就是想 同學將來融入大灣區 和融入國家發展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好的語言基礎 他們可以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 林老師和另外15名 來自聖宗五校 以及其他教會學校的老師 較早前都通過了 GAPSK 普通話考試 並且在儀式上獲頒授文憑 GAPSK 與民推廣委員會 2004年開始 致力推動在中小學和幼稚園 普及和提升中文普通話 幫助學童和青少年增加學習動力 在過去十幾年 成為了香港以及不同地區 普通話水平校試重要標準 服務超過一千多間學校 有超過20萬學生 參與了認證和相關活動